咱们专栏在之前曾经说过一次全球旱灾的情况 现在已经过去了两个半月 我们再来复盘一下这场旱灾 然后说说和极端天气预测有关的内容 那些内容是2022年8月16日发布的 当时欧洲的旱灾最为严重 中国的旱灾刚刚开始在长江流域蔓延 而长江流域的旱灾高峰呢 是一个半月之后的10月初 有一个数字你可以对比着参考啊 2022年6月底的时候 波阳湖水域面积达到了今年的最高值 3331平方公里 而10月初呢就只剩下622平方公里了 缩小了多少呢 81% 原来只能开船横渡的波阳湖 现在大部分区域都可以骑着摩托过去了 国庆下期之后 长江中下游出现了四天的持续降雨 除了给湖区补了水 也给三峡水库补了水 这才让旱灾稍稍缓解了一下 但这种缓解属于杯水车薪 因为规律是这样的 长江中下游的大大小小的湖 每年是从11月到下一年的4月 属于枯水期 真正有效的降雨要到5月份才会出现 而今年的情况是呢 8月初 长江中下游的湖泊就已经进入了枯水期 比如说 博洋湖是8月6日进入枯水期的 这比1951年到2002年这50多年的 这平均的枯水期提前了多少呢 正好100天 按照往年的规律来说 应该是这篇科技参考播出的时候 才刚刚进入的枯水期 而今年的情况可以看作 在第一个枯水期即将结束的时候 还要再续上一个完整的枯水期 所以实际上长江中下游的严重旱灾 从现在开始会不断的加重 什么时候缓解呢 那得看明年5月份的降水量了 这怎么办呢 我们经常听人提到的方法呢 就是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呢 或者人工降雨呢 其实啊 这两种办法都没有用 咱们分别来说说 首先是三峡水库补水这种方法 能有多大的效果 三峡水库装满水的时候 容量是393亿立方米 这是总量啊 那需求量呢 我们来看看这两个湖 波阳湖容量是276亿立方米 洞庭湖的容量是180亿立方米 你看三峡水库如果把水全都放出来 可以装满这两大湖的85% 这补充效果不是很好吗 但实际上不能这么算 三峡水库393亿立方米 这个容量是这么算出来了 它是一个立体的复杂的形状 从库底到175米高这个水位 总共可以乘下393亿立方米的水 但这些水可不是都能用的 只有水位在145米到175米之间 才能根据情况开查放出去 而枯水期这要求就更严了 它有一个叫做枯水期最低削弱水位的指标 也就是说在枯水期的时候 水位不能比155米更低了 它就防止啊 万一长时间没有降雨 长江无法通航 无法发电 这个影响会更恶劣的 所以枯水期最多最多只能动用的水位 就是155米到175米这部分的库存 但枯水期啊 库里往往也没有多少水 根本不可能有175米那么高了 比如说写这期稿子的时候 水位多少呢 才159米 所以当前可以用来缓解旱情的 长江三峡水库 水位啊 就是从155米到159米这一段 仅仅就这4米高而已 那这段又存了多少水呢 大约只有25亿立方米 还不到刚才咱们算的 那两个湖的6%呢 而实际上呢 就算把这些水都放了出去 流经的途中也会被 已经非常干旱的土壤 河道吸收不少 真的一直开扎放水的话 给这两大湖水的补充效果 那是非常非常微弱的 再说人工降雨啊 这个效果呢 就更加更加微弱了 人工降雨的原理是 把一发炮弹里的干冰 或者点化银粉沫喷出去 让湿润的云层里的水分 提前凝结下来 这样就形成了降雨 所以人工降雨可不是那种啊 晴空万里 一发炮弹打上去 哗哗哗就开始下雨了 或者呢 本来是小雨 结果变成倾盆大雨了 不是这样的 实际情况是 如果当地真的是晴空万里的话 你连打100发炮弹上去 也是一滴雨 都不会给你下下来的 那如果具体到科学证据上呢 人工降雨量化的效果如何呢 国际气象学界的观点是 对作业区的降雨效果 在7%到20%之间 什么叫作业区呢 就是本来就要下雨的云层 这就叫作业区 也就是说 如果这朵湿润的云彩 本来就会导致10毫米的降水的话 那么正是因为 我们操作了一番人工降雨 结果本来应该降10毫米 现在降了10.7毫米 或者是到12毫米 仅此而已 所以今天国际气象学界 就有一派认为 考虑到一发炮弹 价格也不便宜 人工啊 运输的价格也不便宜 而换来的降雨效果 增加量又是如此的微弱 不应该使用人工降雨 来增加降雨量 不过呀 还有些特殊的地方 在举办各种仪式的时候 为了在乌云密布的大背景下 营造出一个局部晴朗的环境 仍然在大规模的使用人工降雨 目的是希望雨能提前降下来 不过从它后来的结果看 效果也是很不可控的 所以不论是三峡水库 还是人工降雨 都对缓解这种极端天气 导致的干旱 无济于事 气候的极端变化 是今年干旱的大背景 也是去年大洪水的背景 而且不论是洪水还是干旱 都属于是几十年一遇 上百年一遇 或者是自有气象记录以来的罪值 就算是没法解决 提前预报一下 它也是一种应对方式 起码能提前撤离 或者准备好物资 但是传统的天气预报 并不能帮助我们预测 这是因为传统的天气预报 基于一套各种参数 跟公式组成的模型 尽管公式复杂 参数繁多 计算量大 但我们只要有足够大的计算机 去模拟就可以了 比如说现在各国都有 以两周为期的天气预报 但是这个模型 就是基于过往几十年来的 平均值或详细的天气数据摸索出来的 如今的极端天气 不在那个模型的预测范围之内 怎么办呢 在2021年欧盟启动了一个项目 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项目的名称 中文经常用 孪生数字地球来指代 英文的名字叫做 Destination Earth 简单说就是 用各种最先进的手段 收集地表可测的数据 然后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算法 这个算法就可以预测之后 各项参数变化 也希望能用它预测极端的天气 你可能会问 传统天气预报不是也在用各种先进的仪器 当然也有传统仪器 需测量天气数据 生成明天的天气预报吗 这难道是换了一种说法 骗经费吗 不是的 首先 数据收集的类别上 数字轮胜地球就已经大大超过了 天气预报的范围了 因为它还要包括森林数据 水文数据 粮食数据 极地数据 温室气体排放 农业数据 光照强度 能源数据 海洋数据等等 传统天气预报可没有这么多个维度 那为什么要引入这么多个类型的数据呢 因为它有一个宏伟的目标 就是在数字系统里搭建一个虚拟的地球 尽量让这个虚拟地球的各项指标 跟真实地球接近 甚至把规律设定好之后 让它自然的演化下去 出现的模拟结果 也能跟真实地球的各项数据吻合上 那样就能做到预测了 从前想预测天气 首先要有气象实测数据 其次要有模型 这个模型的数学基础呢 就是类似于像斯托克斯方程啊 雷诺书韵方程啊 微软体系的数学假设啊 等等数学公式 但这个模型再复杂也实现不了 通过某种气流的变化 预测下半年粮食系统里 各个参数会如何变化 在天气模型里 这两者无论如何都没有关系的 但数字乱升地球 希望能做到这一点 怎么做呢 方法有些粗暴 就是大量的数据输入进去 然后利用人工智能训练出算法 有点类似于 人工智能自动生成一篇文章的逻辑 这类AI算法的实现 并不是需要事先把各种语言的语法规则 调分履息的用程序写清楚 而是呢 只需要大量的数据和训练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以往30年来 森林数据 水文数据 极地数据 温室气体排放 农业数据 光照强度 能源数据 海洋数据在变化 粮食系统里的某个数字呢 也在跟着变化 那么请算法告诉我 下一时刻 其他数据全都在变的时候 粮食系统里那个数字 将会变成一个什么值 就是要做这样的训练 当然啊 目前已经在用了很好的一些 流体力学的数学公式 也不会抛弃的 这个计划 一是需要大量的数据 跟精准的测量 所以要实现最初的预测 可能都得等2050年之后了 只有这样才能积累 足够合格的 可用的高精度的数据 其次呢 就是 由于有部分结果的输出 是基于深度神经网络 训练出来的算法 于是 科学家根本无法解释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预测结果 到底是哪几个参数 哪些变化会导致 像南北极会出现38的高温呢 就是类似这样的问题 是不可解释的 在之后呢 会不可避免的出现很多 但即便如此 相比突如其来的干旱跟洪水 解释不清原因倒是其次的 能预测准就行啊 好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卓克 咱们明天再见